阿珠 皇后殿下 秦王殿下 西妃吃饭了吗 勉强车了半碗 傅司爷 你都好几日没给本王讲故事了 快讲一个 殿下 皇后殿下在这儿呢 秦王练字都练半天了 你就给他讲一个吧 正好本宫也歇一歇 是 今天就给殿下讲一个 荆轲刺秦的故事吧 燕太子丹 在秦国做人质的时候 曾经被秦王侮辱 他发誓要报仇 就四处寻找刺客 想要刺杀秦王 这个 就是荆轲刺秦的故事 荆轲是真英雄 那 太子丹呢 也是真英雄 他不愿受秦国欺负 力图洗刷耻辱 虽败犹柔 本王以后也要做他那样的真英雄 傅思颜 本王说错了 下官曾经看过一篇烟丹子 上面写道 太子丹在动手之前 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的老师屈武 告诉他自己要刺杀秦王 他老师怎么说 屈武说 快于异者 亏于刑 担于心者 伤于性 什么意思 放纵一时快意的人 会对德行有方案 一心沉溺于内心欲望的人 则伤害其本性 屈武并不赞成太子丹的做法 因为他认为做大事 并不能寄托于 刺杀这种侥幸的事情 就算想要报仇 也要走正道 他似的 强大燕国 联合盟国一起对抗秦国 但是太子丹只想快一点报仇 最终落得 古破家王 秦王 肩上越是承担重大的责任 越是不能放纵心中的一时之快 报仇也好 学耻也罢 如果走错了方向 伤害了为人的本性 就后悔莫及了 傅思颜说得我懂 人遇到挫折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没有坚强的心智 误入歧途 伤了做人的本性 对 视而长进不小啊 阿娘醒了 以后不要叫傅思颜 叫老师 威臣万不敢当 还不见过老师啊 学生拜见老师 韩王 朕知道你有文才 没想到你还有将才 是 陛下 韩王立下如此战功 实在令人惊喜 朕赏你一样东西 这是一个闲字 朕以为你应当懂得 其中的分量 赐亲王以贤 这是天下最大的褒奖啊 多谢陛下 而毕谨遵陛下的教诲 做一个贤德的秦王 起来吧 陆极 你打得勇猛 走 谢陛下 陛下 你这个儿 圣楚慕 英勇善战 他的胆气 比你年轻的时候还要壮 多谢陛下夸奖 陛下 微臣还想继续回 不要回边城了 留在长安把授玄武门吧 陛下 留在长安把授玄武门吧 留在长安把授玄武门 陛下三思 玄武门关系皇城 万不可轻 轻托于人 圣楚慕 为了保护大军主帅 以一敌三千 忠勇双拳 足以托付 陛下 圣楚慕 微臣在 朕封你为 玄武将军 把守玄武门 为臣自令 傅司也 周王殿下 你的圣将军回来了 殿下有事 母妃的香囊破了 想请你帮忙缝纪着 这生药的事 交给楚灵和楚勋就好了 你 对 没 娘 交给我们吧 对啊 你看大哥这背上 画得跟地图一样 胡说什么呢 你看大哥都这样了你 就是吗 什么就是 没有胡说 你跟 你看哪 你俩出去 别在这里犯你们大哥 是 身体发腹 手指腹部 你这个不孝子 视而不孝 既然知道错了 以后就听娘的 别再让我替你担心 好 都听娘的 陛下已经下令了 儿不回变城了 就留在长安 天天陪着你和爹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 那是什么 取其生子 开枝散叶 臣妾 拜见陛下 刚才 朕去看了赵王 陛下打算 如何处置赵王 赵王 猥恨万分哪 悲楚之壮 可民可谈 可是 悔恨有什么用啊 这罪责 暗虑当中 可赵王 毕竟是陛下的 亲骨肉 而且赵王 年轻又糊涂 这罪责 显后的意思是 陛下是宽厚的圣主 又是仁慈的阿爷 如何处置 陛下自有圣财 阿爷 刚才赵王抱着朕的腿 生生气喊阿爷 喊得朕哪 心都碎了 自古有八亿 一亲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以此 剑心一等废为庶人 该死刑为流放 还能报他一条命 臣妾代西妃 叩谢陛下